内野手李宗贤是前年U21世界杯 去年光宙世代运两次冠军班底 今年选秀会在第三轮获一大青睐 搞定合约后9月1号首度升上一军 已经迫不及待中职生涯首次一军上场时刻 就在场边其实就还蛮专注教练在比亚号的方面 我觉得战术上在职棒这样看来就是蛮多技巧的 就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战术 就是其实用的还蛮恰当的 李宗贤成为第13位 登陆上中职一军的U21国手 而喜日战友四哥男王博荣打出MVP级身价 同梯的状元郎苏智杰和陈杰仙也有不错发挥 这批国际赛冠军认证的球员 投入中职表现都格外受到关注 这被关注就是一样会 就是自己已经知道了 然后怎么样去上场 把他打出好表就是好表现 就是我想我的想法是顺其自然 就是不要强球 因为我觉得我强球反而会过头 一棒一棒卖力挥击打网 李宗贤做好随时上场的心理准备 而在一旁帮忙喂球的 正好是昔日国体大的学长罗国林 他给学弟的建议很特别 竟然是不要太乖 在球场上是不要太乖啊 因为就是你太乖的话就被你 被老将痴痴痴痴嘛 我觉得年轻人就要年轻人那种 破例和热情 你这样才能去赢过这些 比较有资深的学长 罗国林去年踏入职棒战场 在不被看好情况下 成功从外野手转型游击手 靠的正是这股 绝不让别人看扁的好胜和企图心 他也期许李宗贤早日适应职棒环境 未来共组坚强的三游搭档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